受害者家屬的賠償 是 現在到底這家公司 這家店這個老闆 有沒有辦法賠償 因為據說他的保險過期了 現在最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這亡者跟傷者 最後被求償無門 現在看起來真的很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這間餐廳 早在半年前 他所投保的相關保險 就已經到期了 我先講 這個其實是有相關法則的 就是餐飲業 如果該投保沒有投保 中央是有法規 地方政府可以稽查 他是可以罰到數百萬 好 那我問 他是否受到期 在那個去 半年前 在半年前到期 好 那半年前到期 10月 2023年10月 10月到期 10月就到期囉 是 沒人知道 對 沒人知道 問題就是在這裡 為什麼地方政府不知道 為什麼中央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通報系統 到底環節是 第一關是誰要把關 這個我捐捐我把法調查清楚了 這個法規是中央訂的 地方政府稽查 所以地方政府沒稽查 這家店一定要保 沒有保 那你怎麼不知道呢 過了半年都還不知道 這第一點 所以現在就是有沒有可能 最後是完全沒有辦法賠償 因為你對方 我現在講 娟姐 這個保齡茶室 他的老闆 不只現在 過去就有新聞鬧上檯面 欠菜商60萬 然後之前這個欠菜錢 會因為菜錢就欠60萬 然後這間店 出市的這間店 是本來營業到三月底 所以其實老實講 他的經濟狀況 可能本來就已經有點狀況了 那現在這樣沒有保險 最後怎麼賠 我現在就不要講說 賠王者跟商者 光是未來有可能會被罰還的錢 他可能就賠不起了 政府因為這個案子 最後有食安問題 食安法44條 可能可以罰6萬以上2億以下 他可能連這個罰還 罰給政府的都賠不起了 不要敢說賠償給王者 所以這是現在面對的問題 現在到底這個案子誰的責任最大 我今天講第一個亡者 就是身亡者 他第一時間送到的是新北的三重醫院 所以這案子 我有把時序全部整理出來 我必須客觀的講 這個案子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處理的比台北市衛生局來的快 為什麼 我今天去把所有通報的時間都調出來 第一個亡者 死亡的亡者 第一個身亡的是3月24號新北這一件 他從三重醫院轉馬接 第一時間這個亡者身亡之後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有通報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可是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那是24號當天就通報了 所以我客觀講 新北市衛生局在這一件上面 我都是有幾分證據講整個話 通報時間沒有延誤 對 沒有延誤 好 那再來台北 台北現在有兩個 疑點要對外講清楚 就是1999在323有接到 說腸胃有問題 然後疑似食物中毒 那以蔣萬恩市府 現在對外的講法 說他們324才知道這件事 所以1999通報 跟新北市通報 現在看起來是他們收到 新北市通報 已經有人身亡了 然後324新北市通報 台北市之後 台北市重視這件事情 才知道說 這事情大條 好 關鍵來了 這件事情有沒有符合 重大失安的狀況 然後要通報中央 有 絕對符合相關法規 那中央說3月26號才收到通報 那3月24號已經有死亡病例了 過了兩天才通報中央 那我去查了 就是中央頒部的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要點 這都有法規 什麼時候要通報 如果規定是三天之內通報 但沒有違法嘛 裡面的規定叫立即通報 食安當然要立即通報 立即 而且是死亡案例 而且最主要是這家店還在營運 沒有立刻停業 那你已經死了人 還不趕快處理的話 很多民眾不知道要再去吃 是 所以 當然立即通報 所以324到326這段時間 是黃金時段 是 就是電繼續營業 然後326 324當然北市自己有去積查 可是324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確實積查 現在看起來只扣了一些菜 然後很多內容說沒有查到 那326是中央街道通報說 中央跟臺北市一起去 可是去積查 現在也沒查到什麼東西 有沒有可能在那兩天的空窗期 有一些關鍵的證物就丟掉了 所以這是現在要追查的重點 重要是檢調也再過了三天 之後才繼續查 說一定串供也串完了 我們剛剛講的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但是中央無責嗎 明顯 我覺得現在是要離清 剛剛包括蘇醫師也提到 到底是下毒還是食物中毒 釐清楚 現在不是在三口撒鹽 說什麼地方的責任 中央的責任 撒過來撒過去 這不叫撒口撒鹽 當然釐清責任也很重要 第一個 好 地方是這樣子 避免下一個悲劇 上禮拜五 二十二號去用餐 老講後來他禮拜六就一禮拜天 那十二小時馬上說乾衰竭 然後敗血 很嚴重 立即死亡 所以老講 剛才官僚有說過嗎 新北市 新北市是通報 禮拜天通報跟一九九九 台北其實二十四號禮拜天 接通報的 隔天去機查 這是照程序 那機查完之後 照一般食物 就是說食物中毒 他的檢體要去送驗 台北市的目前的檢驗的實驗室 可以檢驗是一千兩百零九項 沒剛才說的那個 米酵菌酸 就是說他特殊的 或比較稀少的那種病毒 他是檢驗不出來 那他為什麼不麻煩中央呢 老講 第一個在禮拜 通報跟檢驗可以同時進行 是 所以他先檢驗 他不需要說我檢驗出一個結果 我再來通報 馬上現在已經人命關天 我認為這個確實要立刻通報 這個是有檢討的空間 就說第一時間在醫院檢查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釐清食物中毒 在病理的時候 那人在檢查 所以你要第一時間 先確定那個是不是食物中毒 所以從臺北市的觀點說 我先第一個 醫院 當然禮拜天 臺北市衛生局有跟醫院有聯繫 那第二個 禮拜天已經機查了 先要把這些相關的食物 先去檢查 檢查出來 他需要時間 他要確定是不是食物中毒 再來通報 所以這樣 第三月二十六 禮拜二的時候 也有去勒令停業 禮拜三把所有的保齡 都全部勒令停業 這個案子不是食物中毒 就是有一項 是 那因為它是發生在餐廳 而且是吃了飯之後 去送醫院的 當然跟衛福部有關嘛 你直接通報中央 同時通報檢調嘛 這次可以同時進行 不需要你知道結果再來通報 當然啦 說如果順序上可以快一點的話 你要搞清楚結果再通報嗎 就說食物中毒公約的做法 譬如說一般來說 這跟衛福部有關的嗎 這會流塞百度趴 一般就醫比較輕微的 當然把它檢驗出來 對現在死人 我當然認為說有必要去檢討 第二個檢調中央有責任 我覺得衛福部第一個動作可以快一點 第二個檢調 假設真的有人為舒適 譬如說有人去下毒的話 那檢調要統合 現在變成第三天後 檢調才透過雙白 雙白去積查 如果有人創供 或有人滅政呢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分 確實有檢討的空間 好 但是我們回到中央 衛福部無責嗎 衛福部說 我現在成立一個叫做食安檢驗基金 為什麼要跌床 假話本來就已經有食安基金 然後食安基金也沒花什麼錢 每半年才開一次會 也沒幹嘛 那你現在拿食安基金出來做啊 不是 所以剛剛主人講 因為這是一個突發的事件 討厭的就是說 你的反應的機制 跟你的反應能力 能不能跟上時間嗎 比如說你說今天 我因為我今天吃得不好 我當然有很多種的懷疑 可是這也不是你說你吃什麼 他就認定是小 那一般他會再回去釣說 不然你告訴我 你這幾天可能吃過什麼東西 他要一個一個回去回推 所以你趕快先通報 因為調查的過程是需要時間 這就是回來 就是我為什麼要在這裡面搶這個聲音 比如說那天 你看到這個陳建人 他們在這個立法院 因為有被問嘛 他說是不是系統性的這件事情 你看他開始就在討論 因為羅智強 你是不是系統性 他說不是 因為很簡單嘛 我怎麼知道這些案子 是不是跟他有關係 你這些菌是不是要培養 那不是說我今天這樣 他要重新再培養一個菌 我看到媒體報導 你知道需要多少時間嗎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都還沒有辦法敢講 因為他差不多要兩個禮拜 對 他需要時間 所以你拖得越久 剛剛冠姐就說 我今天只要一拖完了 我沒有採取立即的措施 我東西都吃東西了 你要去查什麼東西 你沒辦法查到他當天所使用這些食材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搶時間的這些是重要的 所以你說衛福部今天跟你講說 我弄一個食安基金 老實講 食安檢驗基金 我告訴食安基金早就有了 對嘛 你要搞這個檢驗基金 我們現在沒有各個檢驗室嗎 當初是台中的基金 不是還有很多錢嗎 所以你這個基金對於解決 現在民眾擔憂的這一塊 其實沒有立即性的幫助 還是會回到一個 就是我制度說一大堆 我就跟你說 我有這個我有的 我另外再考 你今天擔心這個 我就另外加碼 給你另外更多的錢 這幾個現在要怎麼辦 還是會回到一個 就是我制度說一大堆 我就跟你說 我有這個我有的 我另外再考 你今天擔心這個 我就另外加碼 給你另外更多的錢 這幾個現在要怎麼辦 這幾個沒有這些基金 他就是出這事情嘛 你不管是要成立食安檢驗基金 也好 還是有任何的補救措施 都不是現在最急的 是啊 現在最急的到底是做什麼呢 我們的中央地方 真的要搞清楚 但是我們回來談 除了中央地方之外 很多民眾現在不敢去美食街 歡樂啦 怕啦 我請問一下 總副師 美食街是不是 抽很高 他們必須被迫壓低成本 所以很有可能 什麼過期啊用啦 或者用比較低劣的食材 其實在這個拆賬方式 當然這個很明顯的 有一點被擠壓 一般是抽多少 這是很多不同的包 差不多四十趴差不多啦 對啦 幾趴 這麼高 因為還要水電 水電都給包的公司出 四十趴 要出四 大概啦 你說賺的四十趴 還是營收的四十趴 我看台灣朋友 他們只要賺四十趴而已 就賺一百塊 他們賺四十趴而已 貿易率很高 你說他賺的資金 我現在問的是 包衛公司抽多少 這我就不夠清楚了 就是說包衛公司 美食街 賺四十趴啦 抽多少你不知道 對 他一定有他的比例 我說抽四十趴 其實我要說 他這個隔壁條 這個人 他一定不可能 這間他買隔壁條 那間他買隔壁條 他的隔壁條一定是同意採購 但是他說包衛公司 一定是同意採購 對不對 北京店都沒有問題 是啊 這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問題 但是我們的軍演 我曾經有碰過 我們這樣 譬如我們去接廠 去接另外一個廠 然後當然還會有很多的醬料 很多的存底 那這個他也不能丟掉 因為他有庫存的紀錄 所以他要怎樣 在裡面下手腳 就這樣 譬如說這個堂柱這樣 他裡面幫你下隔壁 你不知道的狀況這樣 你用下去 是不是炒出來了 你煮的菜有夠難吃 怎麼會鹹這個湯醋肉 怎麼會變鹹 這裡面就有問題了 那這裡面的問題 其實我們不知道 那因為有新人士 為什麼他要 他為什麼要在醬料上做了手腳 因為他不舒服 可能移用之前 可能移用從泰瓣掉 新的人來 他反正不認識我 也不認識誰 所以他讓東西變得很難吃 那我就把它弄得難吃 讓這個追過去 下一個人去等承擔 這是我們沒有住的 就是發生這種事 曾經有過這種案例 所以這家店 因為他到三月底到期 有人要接手嗎 這我不敢說 但是有這種案例發生過 我們也遇過 那有刑責喔 那是不是有 中間有什麼恩怨 來我們回到臺北市 是 臺北市最近可以說是流年不利 對 每天萬安警報 每天阿關都要做題目 因為他事情真的不斷 你從凱凱案 滅童案 到臺志光案 到今天的所謂的 還有什麼 西門丁槍擊案 我們就從二月開始 西門丁槍擊案 深坑空屋 你記不記得 當時湊得不行 慶城街工地地基下線 你知道天坑嗎 高官遭暴性騷 大巨蛋漏水 公務員販毒 你記得公務員販毒 當時也是鬧得沸沸揚揚的 二賓天花板砸傷人 康喬笑車翻覆 凱凱 這就大家比較熟了 凱凱遭虐死 臺志光的案子 現在有保齡案 你看一頭大褲 這只有二月開始 算就這麼多了 表示蔣市府羅斯松了 第一個剛才講到 定期檢查問題 包含凱凱案也好 或者是這一次的保齡查事 都有定期檢查 你為什麼沒有查出來嗎 如果有查出來 你就不會有接續後續的問題 第二個叫通報機制的問題 通報機制 我覺得中央政府有責任 剛才我們可以看到第十九號 十九號就有第一例 為什麼醫院不能直接通報 衛生局跟中央 這個我要檢討 我們食安的通報機制的問題 醫院如果第一時間 把所謂的中毒的人 直接通報到中央 我們後來十九號就有通報的話 我們可能二十號就可以關店 二十一 二十二都不會遲到了 不是嗎 就減少損失 更扁平 平均一點 醫院就可以直接通報了 不用來什麼一九九九來通報 這個就是問題 通報醫院 很多都醫院也是中央的醫院 所以大家都不要躲責任 所有的中央地方通報機制都有問題 最後一個 大家都不要推責任 民眾最討厭就是你推責任 而蔣萬安就是推責任的代表 他不斷的把自己的公親 當成是自己好像市主一樣 把市主當公親一樣 市主公親最近很紅 對 因為我們搞不清楚 自己是市主 但是他好像公親 然後都把責任都推給中央 這一次中央接到通報之後 事實上是有協助地方去做機查的 這一次我們不會怪中央 機查速度購買 但是整個所謂的通報的機制 整個中央的機制要重新檢討 那就要問一下議員了 因為說臺北市現在羅斯松了 也不是羅斯松了 第一個當然出了 上半年那些事情 有一些事情 確實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包括幾個通報的機制 這也太多了吧 事情也太多了吧 第一個空屋那一個 其實外線是過來飄到新北 飄到臺北市 確實內部來做檢討 所以包括環保環保局局 讓大家有一些 確實是通報的問題 對 我覺得是有一些 確實也發生這種事情 第一個 我覺得是流年可能不利 那拜拜一下 第二的內部 第二的 有一些事情 你不論是外縣市或進來 包括要跟中央合作的 確實該鎖緊螺絲 就要鎖緊螺絲 第三個我覺得說 事實上 大家對於蔣灣有期待很高 所以很多事情 大家會用顯微鏡去看你 所以你真的要把所有螺絲 都上緊發掉 大巨蛋漏水 為什麼特別問這個 因為三月三十號阿關也要去看開場 你要看嗎 我要去看 這流水是解決了嗎 處理好了 處理好了 現在工程還是遠雄 遠雄在做經營 但是市府是監督單位 很多案子他都是監督單位 當然啦 現在不是就有看 全部推給廠商 要看樂天跟衛泉龍 大巨蛋是這樣子啦 當然萬安上來之後 對於大巨蛋剛開幕的時候 他確實有受到利多 包括開幕跟兄弟跟巨人打 打了那麼多三萬多人 確實對他來講 有所謂的政治紅利 可是這些如果一而再再而三 扣分的話 對萬安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認為還是整個 現在有一些小書師 有一些螺絲沒有鎖緊的 把他鎖緊 就是說包括你跟中央的通報 食安的問題是這樣 大家歧嘆 因為食安大家吃的 過家鎖怎麼會知道 吃到會出人命 過家鎖吃到六名 所以外面大家都在吃 小吃你不認識百貨公司 還有外面美食 大家都在吃 所以這個事情 檢驗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如果地方沒有處理好的話 我認為啦 我始終認為專案地方 不用推責人 萬安上來之後 對於大巨蛋 剛剛開幕的時候 他確實有受到利多 包括開幕兄弟跟巨人打 打了那麼多 三萬多人 確實對他來講 有所謂的政治紅利 可是這些如果 一而再再而三 扣分的話 對萬安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認為還是 整個 現在有一些小書師 有一些螺絲沒有鎖緊的 把他鎖緊 就是說包括你跟中央的通報 食安的問題是這樣 大家其他 因為食安 我們大家吃的 鮭條怎麼知道 吃到會出人命 鮭條會吃六名 所以外面大家都在吃 你不認識百貨公司 還有外面美食 大家都在吃 所以這個事情 檢驗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如果地方沒有處理好的話 我認為 我始終認為 中央地方不用推責人 這個一定是 一定是概括承受的 不是所有 全部都中央的 也不是所有都地方的 哪一些通報機制 沒有弄好 趕快建議 可是我覺得明前 你應該跟蔣市府講清楚 現在如果有死人 就要很緊張 當然啦 所以說不要說 第一 上禮拜五到禮拜六 然後接獲通報 說要先自己的檢驗室 查明原因 第一 這個就是我真的想不通的 除了人命 你馬上通報 同時他可以同步做 就是我跟妳講 就是跟深坑空虎一樣 也是這樣 環保局殺到 我先調查原因到哪裡 就說沒有通報上去 民眾說家裡臭的鑰匙 你可不可以先通知我們 用美食 我就先處理好 那現在是這樣 大家民眾會看 這恐慌大家先把它處理好 所以我認為建立一個機制很重要 要重拾民眾對食安的信心 我想不到一百萬公司 你小吃不 我吃的信心我要有 不要看過過條就怕了 政府確實有責任